原标题王宝强律师的一条普通微博,却引起网友热议。 这解读者,也太有才在这个热衷鱼组CP的年代,由王宝强和马荣组成的宝马CP, 自2016年官宣离婚以来期间,上演过各种狗血剧情, 每每当众人以为没有新闻的时候,又总能有新的剧情产生。 最近应该算是2018年12月第一天,由马荣带剪刀去王宝强父母家所引起的大新闻。 之后,依次马荣闺蜜一直针对王宝强方开火,而王宝强方则几乎没有做过公开回应。 微博截图12月21日凌晨1点42分,王宝强律师张启怀发了一条来之不易。 珍稀宝的微博引起网友热议猜测,导马CP貌似已和解。 理由在于其中有张配图,是两个马手握手言和的照片。 而且在此之前,马荣的另一位男性好友,博主小小的笔, 就曾多次暗示马荣已经接受了和解,并表示无法理解微博截图, 而近段时间在微博上异常活跃的。 疑似马荣闺蜜,博主大力四方案,在看到王宝强律师张启怀的博文后, 则是表现得很愤怒在微博上更加的不依不饶, 而这次他把枪口对准了律师张启怀,并把那张二致和解的图解读成, 宝强把马荣捏在手里紧紧的,直至到了2019年1月上旬。 他还是没有停止战斗微博截图2019年1月8日, 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师是43周年。 全国人民都在缅怀他老人家当先王宝强律师张启怀, 也在个人微博上发文称,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周恩来, 以此缅怀人民的郝总理祈祷, 并配上了周总理的苍镜有力的书法作品, 赵微博截图谁亮这条微博也引来了热议。 就有网友认为,这条微博也是有深意的, 甚至做出了解读上马。 王某某与马某婚姻存续期间, 杀贼处分宋莫等心怀不为者, 下马婚姻结束之后,学佛上善若水。 陈墨士金不得不说, 这位网友太有才了微博截图, 目前对于王宝强律师的这条微博, 马荣芳并没有什么回应, 想必张喜怀并没有其他的想法, 仅仅是为了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, 您觉得呢, END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所有。